提供私人貸款、手按、二按、低息清卡數等服務 歡迎致電查詢 電話總機28927823 旺角分店2152-2238 牌照號碼161-2011 靚煲王促身推出赤板豚骨煲 鮮辣新口味,好特別 除了正宗澳門豬骨煲和靚煲王 他的新鮮手切肥牛 和專門搜羅的優質新鮮生料 亦都遠近辭明 靚煲王仍是衛生署認證的有型食肆 嘗一嘗靚煲之味 即打23990812 或上www.23990812.com 過來幫我看看哪個課程適合我 今次又想學些甚麼呀 射箭咯 射箭?你行不行的呀 早日曬雨淋,不怕辛苦嗎 不怕 美化射箭教室 現在在荔枝角港鐵站上面開了間室內射箭場 不受天氣影響,幾時都玩得 還有註冊的合資格教練駐場教導 最適合10歲或以臣的初學人士去玩 完成還有證書 可以點報名呀 打2515-1161 畫上www.bermond.com 就可以了 - 人羽就是面對曾蔭權的回復,你覺得郁吻而為如何回復? 你知道曾蔭權很喜歡抄筆記嘛 可以說要一百 complex倍嗎 Jah,你外婆 人家問你的話,有沒有問題 你不用懶惰,要告訴別人 喂,不是啊,黃岐山跟我說過 說那些車過到來,就會不同的了 入境敏感 問題是,他不是跟我說 不會的,你不要這樣悶黑大陸人 而是,他都知道那些車在大陸 是會橫衝直撞的 但是他就會寄望一些橫衝直撞的人 一個景一落到來,就會好手秩序 為什麼呢?因為黃岐山說的 黃岐山說的 你有沒有好懶大啊,黃岐山啊 副總理啊,黃岐山啊 黃岐山說了就可以了 黃岐山說他不會這樣做,就會不會這樣做的 為什麼呢?那邊有人說的 好懶大啊,黃岐山啊 副你啊,金 早朝天下 黃楊達 早晨 7點32分,早朝天下時間 今天是2月13日 為什麼我記得呢?因為今天我上庭 所以我知道今天是2月13日 而且明天是情人節,所以 我就知道今天是2月13日 先曝一曝天氣 好,現時的氣溫是18度 相對10度85% 今天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 早上有幾陣薄霧 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 最高氣溫約21度 吹和緩編東風 展望未來一兩天都是較為禍暖和潮濕的 好,那 今天就 其實就 預先錄影了一大段 待會稍後有兩個主題 待會你們自己看看 其中一個就是關於這個 嗯 那些心靈改造課程 另外還有一些 一些 一些嘉賓的 挺有趣的嘉賓 待會自己看 我們現在是直播的 我們先講講幾件事 第一就是 講講解放軍 解放軍殺到來 是 上個星期三 其實我們網上也看到很多新聞 就是關於國安府修例解放軍的特權 擴大了 上個星期三就通過了三讀 這個條例就是 改了很多裡面 關於解放軍 除了修改解放軍條條例 其實同樣修改了很多香港的法例 包括 例如有些什麼 將官方用途的軍用私人土地 就改作為可以做其他目的 也都可以 即是變相 可以將某些土地 變成商業用途 他就可以講到 另外呢 也都可以 解放軍 可以無需持有香港的駕駛 執照 就在香港駕駛 就適用於解放軍 和其隨緣 其隨緣的定義 也都受到質疑 另外包括 草案條例 包括裡面 其實涵蓋了 有土地 醫療 運輸 保安這些範疇 所以那個範圍其實都很大的 這件事的修例 就是一年前 一零年就已經說了 直到前段 一二年 一月十三日 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就出了份文件 正式出來之後 就在上個禮拜三 就過了三讀 這樣 對 簡單來說就是解放軍察到來 對 特別值得留意的地方就是 兩點 有幾點 首先就是 土地用途的問題 軍用土地用途的問題 其實之前都已經有過一些爭議 現在就過了 就是所謂的 字眼上來講 就是一些 軍用的用地 就可以開放成為其他用途 有人就憂心其他用途 究竟是什麼用途呢 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 商用的用途呢 這樣 這件事其實好笑 這件事其實是 如果真的可以變成商用用途 真的相當之好笑 就是 其實 你知道在 國內 就是內地 大陸 現在都已經限制了解放軍 的軍人 有軍人身份的 的 的 官員 總之軍人 都已經不可以重商了 但是香港反而可以這樣 那就相當之有趣 內地就是私下重商 香港就是 表面化 兩種不同之處就是 內地就貪貪那隻蟲 香港就擺明居馬 就是香港比內地盡落後 嗯 這個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就是 他就是 原本就只是容許 駐港解放軍 就無需擁有香港駕駛執照 就在港行車的 那 你理解為他忽然要 駕駛 吉寶車 駕駛吉寶車 出來 或者不是駕駛裝甲車出來 這樣 要來屠殺我們的時候 都 都不需要車牌 都不需要車牌 都合理的 對 因為忽然間要屠殺上來的時候 都很難要出事駕照 但是現在呢 抗大圍呢 就適用於所有解放軍 所有解放軍 所有解放軍 還有隨緣 及其隨緣 解放軍二百三十萬 全國 其實不是駐港解放軍 他有個要求 原本就是有些是駐港解放軍 有駐港解放軍的身份 現在不是 現在是解放軍 來到香港 就可以無需要駕駛 不用持加油 及其隨緣 及其隨緣 老婆、情人、小二、小三 即是一個解放軍的隨緣 是甚麼意思 正路的理解 即是當他官方正路 可能有一些司機 就不是解放軍 即是不是正式的解放軍 這樣就可以 車他們的時候 就可以免這個執照 我的理解 另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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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也理解到 真是好意思 另外就是 所謂的領港條例 過去就是 適用於鋁皇殿下 即是殖民時代 適用於鋁皇殿下的船隻 可以有一個豁免的強制領港安排 現在就把鋁皇修例 因為沒有鋁皇 當然是要修 但他的修改方法是甚麼 就是把鋁皇修改為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船隻 或屬於中央人民政府 並純粹用於非商業服務 我想說原本的條例 是沒有 沒有了那個 純粹用於非商業服務的字眼 還要是經過開會修訂 才加上 純粹用於非商業服務 但不是商業服務都夠 即是私人用途都可以 即是 即是凡是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 又或者是屬於中央人民政府的 即是他來到香港口岸 現在這條條例通過了 基本上依然是有很多模糊的地方 另外有一個比較令人擔心的就是 譬如是 有個 以前並沒有所謂的 香港駐軍最高指揮官 這些稱呼 但現在就有定義了所謂的 香港駐軍最高指揮官 在這些條例修訂裏面 就是通過一些 可以這樣說的 即是陰些陰些的方法 令到駐港解放軍的香港權力 就越來越大 這個是擔憂 而且在字眼上仍有很多模糊的地方 例如我們不知道除緣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解放軍的除緣是什麼 我們不知道其他所謂用途 實際上包括的範圍 究竟是多少 但是這個模糊的條例 結果就通過了 是 那是什麼人通過了呢 很多立法會議員 其實昨天都列出了一張表 很多民主黨的人 都贊成同意這個條例 有什麼人呢 令人廢解 就連保安事務委員會 讀一讀他們的名字 讓大家記住他們的名字 何俊仁,李華明,陶謹申,張文光,劉慧卿,馮檢基,李永達,王誠之 這幾個都是投一贊成票 還有很多建制派 建制派也不讀 建制派也不讀 建制派也讀 一樣的 石禮謙,李奉英 這些都是投贊成票 讀了 還有很多 梁君彥,張學明 看小鶴 這幾個 都讀了 劉秀成 李慧琼 林大輝 陳克勤 陳茂波 陳克勤 讀了 都說要讀完 全部讀完 陳健波 然後 梁家柳 梁美芬 不好意思 讀錯了 誰 然後 還有誰 王國健 葉國謙 葉劉淑儀 譚偉豪 贊成 梁國雄 不缺席 主要是這幾個 讀完 讀完 這堆人投贊成票 OK 好,大家記住他們的名字 聽完重溫 一定要記住 因為這就是 變相特權人士 可以有自駕遊 和海上自駕遊 最大的問題 如果香港出了交通意外 他是不受香港法律的規管 也不受警方調查 建制派投贊成票 我可以理解 但你民主黨怎麼會 除非你無知 昨天在荃灣 兩個小時 收集了1,400個人 反對自駕遊 那時候 你投贊成票 支持 內地特權 軍方 人士 來香港自駕遊 還不受法律的規管 甚至比自駕遊更加惡劣 你民主黨是無腦 還是無恥 我都分辨不到 你當然是分辨不到 你還會去劃分建制派和民主黨 民主黨就是建制派 當然 他修改了這個條例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以前是香港沒有解放軍 有主軍法 但是有很多 遺留了英國殖民地的軍法 譬如以前 每個軍隊去到某個殖民地的地方 他們都有些豁免的 譬如英軍來到香港是有豁免的 但他也要同樣遵守英國公民的法律 除非軍隊有些條例可以豁免 就才豁免 所以他延續下來的討論 竟然要解放軍 也有相同的豁免 不可以在委員會中指出 其實那個性質是不同的 解放軍和英國駐港軍隊的性質是不同的 當然不同的 上面是無法無天 所以你這個就很難說得通 剛才你說的那個最高指揮官 其實以前香港殖民地的最高指揮官 同樣都是港獨的 但現在就不是真任權的 也是大陸委派下來的最高指揮官 所以不可以 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誰是最高指揮官 江澤雲 沒錯 理論上就是軍委會 沒錯 也是李清醒 好 最主要這段事情 其實是想讀一讀他們的名字 大劑當然 最想大家這班人名流清史 記住這班人的名字 好 接著就講講另一件 今日其中一份報紙的頭條 講講唐英年那件事 明報的頭條 你講講明報的頭條 講甚麼 明報的頭條就是 唐英年涉隱瞞潛見 去年書面否認 作清議會專家視察 這件事是講甚麼呢 就是講唐英年九龍堂大宅涉嚴就有潛見 明報就揭發了 他在任財政司期間 唐氏的大宅 就是七毫大宅 天台上面就作了玻璃天窗 天窗就沒有 在圖質上沒有 另外在泳池的泳池底 又發現有兩個窗 懷疑泳池底下別有洞天 可能有一個酒窗在那裡 之前明報就問過唐英的辦公室 一直都是回覆沒有潛見 直到他在這裏就說 後來唐英公關就回應 在大宅中 已經找了合資格的專業人士 視察過有沒有違規 如果有 會盡快採取行動 進行修正 其實整篇報道都沒有說到 實質上找到證據是有潛見的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先給我 這個 首先 那個質疑當然是來自於 之前的潛見風波 之前的潛見風波 當然是逐個逐個去問 究竟誰是潛見 誰不是潛見 大狗也被人說是潛見 花園擺了兩個花盆 其實那不是花草 那是甚麼 你有沒有去過 我沒有吃牛排 那裡其實是有個地 外面有個草地 那為甚麼他說他佔用了工地 因為他在外面放了幾個花盆 就是這樣嗎 因為他有幾個花盆 阻礙著牛來吃草 那你也可以說他佔用 即是某程度上 即是你有一個很鬆戒備的佔用 那 講回唐英年這個 那個 那個 題目 標題 大家要留意 那個就是 唐英年 涉 隱瞞潛見 去年 書面否認 作清 潰湖